好的 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 我们也再次把时间交给刘洋 刘洋为我们解散一下 好的 李娜 我们看到了 美国为何要对土耳其采购俄罗斯的S-400防空系统格外关心呢 美国会因此暂停向土耳其供应F-35战机吗 土耳其又将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来看全球媒体的相关分析 首先是土耳其当地媒体自由报 美专家将赴土耳其密谈 我们看到自土耳其和俄罗斯签署的有关防空导弹 系统S-400的协议以来 白宫方面多次试图来阻止 并且与土耳其方面发生了争吵 国家大楼警告说 一旦俄罗斯将S-400防空系统部署在土耳其 S-400上装备了俄罗斯制造的搜索雷达 很有可能窃取北约在土耳其的机密 土方表示说 如果美方认为这些问题很严重 就来土耳其解释他们所有的担心和担忧 于是美国就派出专家 将于15至16号在土耳其与土方举行会谈 向土耳其澄清所有可能的技术风险 来看英国媒体每日快报 美抛出F-35向土耳其施压 我们看到美国专家亲赴土耳其展开了游说 并且抛出F-35来做诱饵 表示土耳其部署S-400防空导弹之后 将会危害到F-35这类第五代隐形战机的飞行安全 若土耳其将两者组合使用 会让俄方有机会获取到F-35的相关情报 美国国会此前也表示说 因为土耳其购买俄罗斯的S-400 打算暂停向土耳其供应F-35战斗机 对于土耳其来说 S-400和F-35两者都想要 为了打消美国的顾虑 土耳其将把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作为独立设备来使用 不会与其他的武器或者雷达系统集成使用 大家看俄罗斯媒体 进入俄罗斯 土耳其希望美国不要干涉 美国在说服土耳其放弃购买S-400的同时 还在极力达成与土耳其在爱国者导弹上的购买合同 作为北约国家的土耳其 显然更希望与美国展开进一步的合作 但是俄罗斯方面给出的合同的性价比 显然是更高的 那土耳其外长表示说 美国要求土耳其放弃S-400防空导弹系统 土耳其是不会接受的 那无论如何 美国都没有立场来干涉土耳其 与其他国家的武器交易 最后还是美国媒体彭博社 美土关系更加的复杂了 我们看到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之一 本该是与美国的关系还不错的 但实际上由于互相的不信任 土耳其已经和美国的关系是越走越远 而土耳其与俄罗斯军事上的合作 正是土俄两国走近的最直接表现 尽管如此美国与土耳其之间仍然有共同利益的现实需求 土耳其依赖来自于美国的短期投资 而对于美国来说 随着俄罗斯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势力不断的上升 美国需要在中东获得盟友的支持 所以最终在武器采购问题上做出让步的 有可能就是美国 好 这部分焦点是这样 把时间再次交换给李娜 好的 刘洋